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7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当地时间4日晚上10点 加拿大西部时间下午2点 英国大选投票正式结束 三大广播公司立刻公布了出口民调 一致确定英国工党获得了崔库拉朽般的胜利 在下议院650个议席中赢得410个 大大超出了获得多数党票数需要的326个议席 而已经执政14年的保守党仅有141个议席 创造了近代以来最惨烈的失败 简直输得连底库都不胜了 自从英国脱欧和鲍里斯·约翰逊上台之后 英国就一直在经历动荡 先是疫情造成的冲击 后来俄乌战争又导致通货膨胀一度超过10% 能源价格飙升 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女首相特拉斯通过党内竞选上位 带来一系列的无脑政策 导致英镑汇率一度大跌 带来全球性的恐慌 成为最短任期的英国首相 女王在接见她后不久就与世强词 现任首相苏纳克是印度裔 老丈人是印度巨富 也显得与民众格格不入 很难真正地体会到工薪阶层的疾苦 按照法律 保守党可以挺到年底 但苏纳克在观察到民调的些许上升之后 决定在夏天放手一搏 但依然无法避免惨败的命运 这位英国首相在竞选中一路跌跌撞撞 表现令人尴尬 五年前的英国大选 保守党获得了365个议席 本次大幅下降超过200个 一名来自Brand Wood 选民周四表示 他是劳工阶级在用心投票 我一直投票给工党 我们不能只照顾富人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 将成为英国下届首相 他传达的信息很简单 那就是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这一信息在民间中引起了共鸣 与现任首相苏纳克巨富女婿的身份不同 斯塔默是多年来出身最平民的政治领袖 母亲是一名护士 父亲是一名工具制造工 小时候家里经常付不起账单 电话因为欠费被切断过多次 甚至意大利面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种奢侈的食物 全家人从来没有出国旅游过 斯塔默的学习非常的优秀 自己考入金英高中 并且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 先是在利兹大学学习 后来又转入牛津大学 他在选举的过程中 不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拉近与大众的距离 他表示要帮助年轻家庭 得到他们的首次抵押贷款 因为父母内兼简朴的半独立式 灰尼房屋 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一切 它给了我们稳定的生活 每个家庭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 斯塔默直到52岁才开始参与选举 2015年当选代表伦敦霍尔本 和圣帕克拉斯地区的议员 并担任反对党影子部长 负责处理工党在脱欧问题上的 不稳定立场 工党2019年竞选惨败后 他担任党领 开始重塑工党 这次英国大选的结果 很可能会在加拿大得到复制 两国的现状惊人的相似 如同英国保守党一样 自由党也已经执政接近十年 如同英国一样 加拿大也正在面临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窘境 领导人一个是富豪女婿 一个是前任总理的儿子 民众很难与他们共情 自由党在特鲁多担任党领前 2011年曾经大败给保守党 全国仅剩34个议席 刚刚结束的多伦多补选中 连当年惨败时 都可以保住的选区也丢失了 可见民意的走向 有民调机构表示 明年大选自由党获得的席位 可能不会超过30个 看来并不是危言耸听 留给特鲁多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国家邮报评论员特里斯丁霍珀指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预测 在大量新移民涌入的情况下 即使是最乐观的住房建设目标 也难以恢复住房的可负担性 年轻人可能要等到80岁 才能负担得起住房 霍珀指出 统计局上周预测到 2072年加拿大将拥有6300万人口 增加几乎全部来自于移民 目前加拿大人口刚刚超过4100万 这意味着每年将增加44万新移民 以加拿大家庭平均2.4人计算 每年需要约18.3万套新住房 才能应对新移民的涌入 加拿大迪亚贷款和住房公司数据表明 加拿大的住房短缺高达350万套 但目前房屋建设速度仅为 每年24万7830套 除去18万3000套住房 用于平衡新移民的涌入 这意味着每年只剩下6万3000套住房 来弥补现有的住房短缺问题 需要55年才能弥补350万套住房缺口 换句话说 按照目前的房屋建设速度 即使是最年轻的加拿大迁徙一代 也要到83岁才能享受到 与他们高中时负担得起的住房市场 特鲁多政府承认了移民对住房 可负担性的直接影响 在今年4月承诺到2031年 额外建造200万套住房的计划 解决住房危机的计划承诺 在未来7年内建造了387万套新住房 约每年55万2857套 问题是这个住房计划能实现吗 这要求加拿大的住房建设速度 在一夜之间增加一倍以上 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内保持这样的速度 TD经济学家对这一计划的评估是 每年建造55万套新住房 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安省住宅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 在上月的众议院委员会上 被问及该计划时 他笑了起来 当被问及房屋建造者 是否能够达到联邦政府的预测时 他回答说不可能 CMHC的预测表明 加拿大将远远达不到特鲁多政府的承诺 而且未来的住房开工量实际上将减少 在CMHC最新的住房市场展望中 最乐观的预测是 到2026年将建造241659套住房 其悲观预测为226211套住房 考虑到每年需要18.3万套住房 来应对移民增长 这意味着仅有43211套住房 用于缓解住房短缺 加拿大统计局 对2073年6300万加拿大人的预测 是基于中等增长 预计人口可能在4710万到8720万之间 如果达到8720万 每年新移民所需的住房将增加到38万5000套 4710万的估计假设 每年只有12万2000名新移民 这个接纳量是自1986年以来未曾达到的 在这种接纳水平下 每年仅需要约5万套住房来应对新移民的需求 加拿大统计局周五表示 加拿大6月份失业率攀升至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导致就业岗位减少1400个 该机构在其月度劳动力调查报告中表示 由于劳动力规模扩大 当月失业率为6.4% 高于5月份的6.2% 6月份的失业率是自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加拿大统计局指出自2023年4月以来 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在此期间上升了1.3个百分点 随着失业率上升 长期失业者的比例也在上升 6月份失业者中17.6%的人连续失业27周 或更长时间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个百分点 6月份的就业岗位总体减少 原因是经济失去了3400个全职职位 但兼职职位增加了1900个 部分抵消了至于减少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从事运输和仓储业的人员数量 减少了11700个 而从事公共行政管理的人员数量 减少了8800个 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增加了 17200个就业岗位 农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2300个 就业报告是加拿大央行 下次议息 也就是7月24日之前的一个关键数据 上个月 央行自疫情初期以来 首次下调了基准利率 该行的政策利率目前为4.75% 这两天Tim Hortens摊上市了 一名顾客无意中发现 有电源从车上卸下了一盘 未经过密封保存的甜甜圈 立刻引发了全网围观 大批网友愤怒地表示 再也不从加拿大Tim Hortens购买产品了 据英文媒体Daily Dot报道 在一段长33秒的视频中 TikTok用户Karen33站在车外 录下了两名身穿黑色外套的人 从一辆停在Tim Hortens Drive Thru 标志前的车上卸货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 从车上取消的一大盘甜甜圈 都是直接裸露在外 没有做任何包装处理 紧接着这两人拖着甜甜圈 静止走进了一家Circle K便利店 看起来像是给该店的Tim Hortens供货 这个场景令网友感到反感 他在标题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幕的厌恶 我不会再去Tim Hortens买东西了 我不敢相信他们把食物放在汽车的后备箱 而且没有盖上盖子 目前这段视频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26万5000次 大批网友看到了也很愤怒 一个人写道 至少对我来说我再也不会去Tim Hortens了 以后出门前我会在家里煮好咖啡 太恶心了 直接放在后备箱里吗 我再也不会在Tim Hortens吃任何东西 店员应该把食物包起来 我敢肯定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 我以前在Tim Hortens工作过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甜甜圈都装在密封的盒子里 然后用车运到我们这里 这可能是店主从另一家店拿来的甜甜圈 以防店里缺货 问题不在于他们从其他商店运来甜甜圈 而是他们忽视了健康和安全 应该用保鲜膜把食物包起来 在一封发送给Daily Dot电子邮件中 Tim Hortens分享了以下声明 Tim Hortens餐厅负责人和店员 以全天在店里烘焙客人喜欢的新鲜食物而感到自豪 当一家餐厅的产品出现短缺 并需要另一家餐厅提供帮助时 需要专门的设备来确保食品质量和新鲜度不受影响 但在这次事件中 店员没有严格遵守标准 我们正在跟店长联系调查此事 根据Better Health in China报道 食物中毒通常是由于存储 准备处理或烹饪不当的食物中的细菌所引起的 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可能看起来 闻起来和尝起来都很正常 但却会使人生病 如果食物存储不当 当中的细菌可能会繁殖到危险的水平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